IPO IPO就是帮孩子订定目标 组织一个团体 一起努力 最后呢 真正进入市场 那么这三个阶段呢 作为一个父母亲 他必须要对孩子真正了解 这是一个过程 KidsIPO这个课程 就是一个 让父母亲跟孩子一个对话的课程 父母亲学完之后 他会懂得回去跟孩子之间相互的对话 孩子的梦想不能太天马行空 也不能跟赚钱没有关系 跟赚钱太没有关系的梦想 可以帮助但是不能鼓励 我们不能让孩子未来成为一个穷人 太贫穷的状况 我相信不是父母亲所乐见的 当然我们不排斥任何一种职业 但是我们必须懂每一种职业 后面所产生的金钱的价值 那因为父母亲在社会上 他作为每一个父母都知道 什么职业现在赚钱 什么职业现在不赚钱 就算不知道电脑现在网路也方便 家里就算没电脑 一般的公立的图书馆 其实也不能找到资料 我们只是要做一点事情 透过我们的课程 跟孩子有一个对话的题材 有一个对话的方式 帮助他认识自己 作为父母亲 你了解你的孩子 你了解你的孩子 你才能帮我辅导他 帮助他去找相关的题材 或许你的孩子真的将来喜欢当面包师傅 早点告诉我 校母的拉丁文怎么讲 法文怎么讲 或许从那一刻开始 你就了解 哦 这就是Kiss IPO 欢迎您来加入我们的课程 Kiss IPO 会帮助你的孩子 有一个强烈的学习动机 有一天 他就会成为市场的名师 市场的大师 Kiss IPO的课程 包括了儿童经济学 儿童会计学 以及儿童投资学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欢迎小学三年级以上 小学六年级 到小学六年级之中 小朋友来参与 那么这个课程 是很多游戏 玩具 教材组合而成 那这些游戏教材 未来带回去之后 就会成为父母亲 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方式 那么随时可以检视孩子 他有没有偏离他自己 原先设定的方向 孩子很有趣 那 今天画图被占领 回去就说 妈 我将来想当画家 今天跑步在学校得第一名 他就说 妈 将来我会参加奥林匹克比赛 今天在学校 考试郭文前的很好 嗯 爸爸 爸爸 将来我要写 写书 所以孩子 某个 这个 考试比赛 被鼓励的时候 他对于那个东西 那个科目 就有很大的强烈的动机 其实同样的道理 如果 你常常 帮助他解释自己的理想的时候 这个 每一个学习的轨迹 就可以用倒推法 推出来 那孩子 他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很积极 很正面 好 比方说 像有一个小朋友 他将来长大 想要当兽医 那兽医需要学德文 兽医需要身体很好 因为动物都很大型 你要搬动它 所以 在这两个条件之下 诶 这个小朋友 就会自己上网 就是 试着去学德文 然后锻炼身体 那 画画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画动 这其实整个过程 不管学哪一部分 就是为了将来 朝自己的目标去迈进 当兽医 可不可以看 可不可以听音乐会 当然可以 兽医可不可以弹钢琴 那一段 当然可以 兽医可不可以拉小提琴 可不可以照相 可不可以画 都可以 兽医是他的工作 他的理想 他的报复 其他这些兴趣 他还是可以发展 不需要因为 发展兴趣 而忘了本来的理想 和注重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 帮他做适当的模仪 帮他聚焦 他跑步跑哪 好不好 但是不是因为 跑步跑得好 就要去当运动员 没有没有 跑步跑得好是你身体很好 将来还需要当兽医 而事实上 不管任何职业的人 都可以跑步 都可以跑很好 不需要为了 不一定是为了当运动员 如果孩子将来要当运动员 当选手 那也没关系 从小就好好发展 老师的辅导 个案当中 也有从小 学空手道 学跆拳道 学得非常好 老师也希望他将来长大 可以微薄争光 拿到 参加奥运 得到奖牌 但是都没有关系 目标都可以设立 重点就是要运动 那如果你的目标是当医生 医生也可以画画 医生一样可以运动 医生也可以享受美食 医生甚至也可以自己做菜 给自己吃 都可以